观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2年9月7日星期三 欢迎收看今天的华尔街财经 中国人大委员长栗战书周三抵达了俄罗斯 成为了自疫情开始以来 涉足境外的最高级别的中国官员 栗战书与普京同场出席第七届东方经济论坛 他称赞俄罗斯经济 并未被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所击垮 东方经济论坛每年在俄罗斯举行 目的是鼓励外国在俄罗斯的投资 在会谈中普京告诉栗战书 他重视两国领导人为进一步发展中俄双边关系所做的贡献 并且感谢中方对俄罗斯的支持 栗战书则感谢了普京就本周四川地震发来的慰问 栗战书还说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普京的战略智慧下 中俄合作将会更加紧密 务实合作将会达到新的高度 他还说 中方高兴地看到 在普京的领导下 俄罗斯经济并未被美国和西方国家的严厉制裁所击垮 而是在较短时间内 实现了稳定并且展现出了韧性 除了俄罗斯之外 栗战书还将在为期11天的出国行程中 前往蒙古、尼泊尔和韩国 政治分析时表示 此次访问将是栗战书结束政治生涯前的一抹亮色 预计栗战书将会在10月20大之后卸任领导职务 并且于明年3月卸任人大常委会主席 同时栗战书的出访也释放了四大信号 首先 中国领导人将会恢复国际旅行 其次 栗战书访俄也明确表达了 中国会继续持亲俄中立立场 什么叫亲俄中立呢 也就是中国不会去冒着违反西方制裁的风险来帮助俄罗斯 因为中国不想因为俄罗斯而遭受到经济损失 但是栗战书所要传达的信息是 北京也绝不会去背弃俄罗斯 如果中国是中立的话 那么它绝对是亲俄中立 第三 栗战书访俄为习近平和普京会面铺好了道路 预计习近平和普京将于9月15日 在乌兹别克斯坦举行的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上会面 这也将是乌克兰战争爆发以来 习近平与普京的首次当面交谈 根据乌兹别克斯坦政府网站上的公告 习近平将会前往乌兹别克斯坦 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年会 这是一个欧亚政治和安全论坛 该论坛将于9月15日至16日 在萨玛尔汉举行 最后中美关系恶化之际 栗战书11天的外访也是旨在加强与邻国的关系 因此他此次出访四国的顺序也是有所讲究 首先他访问的是俄罗斯 俄罗斯是返美立场 紧接着他将前往蒙古和尼泊尔 这两个国家则叫为中立 最后访问的是韩国则略显清美 对于蒙古 中国需要与蒙古打通未来俄罗斯天然气输送的管道 尼泊尔在6月则放弃了与华盛顿的安全伙伴关系 中国未来准备与尼泊尔共建穿越喜马拉雅山的铁路 韩国则是最为重要的一战 因为现在韩国家在中美之间摇摆不定 因此栗战书最需要关注的是他在韩国发表的言论 以及届时韩国方面的回应 而在普京与栗战书会面的同一天 周三欧盟提议对俄罗斯的天然气实行价格上限 普京则威胁说如果欧盟采取这样的措施 俄罗斯将会停止所有的能源供应 这也增加了欧盟国家将会实行能源配给的风险 此前七国集团已经提议限制俄罗斯石油的价格 这令俄罗斯暂停了北西号管道的天然气供应 不断升级的僵局有可能进一步推高欧洲的天然气价格 普京表示如果设置价格上限就是违约 届时能源供应将会被冻结 欧盟能源部长定于本周五召开紧急会议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说 我们将提议对俄罗斯天然气设定价格上限 我们必须削减普京用来资助乌克兰战争的收入 普京则在东方经济轮台上表示 如果有备于我们的利益 俄罗斯将会暂停所有的能源供应 包括天然气、石油、煤炭和取暖油等等 面对如此严重的后果 欧盟成员国内部也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作为欧盟轮值主席国 捷克认为应该取消周五的会议 捷克工业部长表示 这不是一个有建设性的方案 这更像是制裁俄罗斯的另一种方式 而不是实际解决欧洲能源危机的办法 能源价格的飙升 正迫使越来越多的欧洲企业减产 一个行业协会周三表示 由于电力危机 欧盟大约一半的铝核心的生产 都已经被迫停止 危机可能会造成金属行业生产的永久停止 同时欧盟政府也不得不花费数十亿美元 来保护本国消费者免受账单的冲击 随着对欧洲的出口减少 俄罗斯与中国之间的贸易 在八月份却明显提升 这与其他地区的货运量放缓 形成鲜明对比 根据中国海关周三公布的最新数据 八月份中国对俄罗斯的出口 同比增长了26.5% 高于七月份22.2%的增速 而来自俄罗斯的进口也大幅增长了60% 高于七月份的50% 俄罗斯是中国进口石油 天然气 煤炭和农业产品的主要来源地 数据显示 俄罗斯在七月份已经连续三个月 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供应国 普京在周三的经济轮炭商业说 中国对俄罗斯能源的需求正在上升 而本周二 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刚刚与中石油 签署了一项协议 同意以卢布和人民币来支付 对中国的天然气供应 而此前中俄贸易主要是以美元和欧元来计价 周三公布的海关数据同时还显示 除了与俄罗斯之间的贸易外 中国的出口和进口在八月份完全失去了动力 增长明显低于预期 全球通胀飙升削弱了海外需求 新的防疫措施又影响了中国的产出 使得中国经济重新面临下行风险 周三的官方数据显示 8月份中国整体出口同比增长了7.1% 远低于7月份的18.0%的增幅 同时也远低于分析师增长12.8%的预期 中国令人失望的8月份贸易数据 也令全球金融市场感到不安 很深指数连续5个交易日下跌 国泰军安的首席经济学家表示 中国出口疲软似乎比预期的要来得更早 最近的航运数据表明 随着航运价格大幅下跌 来自美国和欧盟的需求已经放缓 面对令人失望的数据 人民币延续了跌势 对美元的汇率再下跌0.36%至6.98% 进一步逼近了心理关口期 而疲软的人民币也没有为中国的出口提供竞争优势 随着疫情的爆发 多地工厂产出受到影响 除了川瑜地区之外 中国的小商品出口中心义乌八月初也实施了为期三天的封城 在旺季期间打乱了当地的运输和圣诞商品的生产 而在进口方面 中国国内需求疲软削弱了进口 八月份的进口量仅仅增长了0.3% 远低于预期的1.1% 中国的原油、铁矿石和大豆进口全部下降 除此之外 在美国芯片打压的背景下 中国今年前8个月的半导体进口量下降了12%以上 这一数据也反映出 在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下 中国的半导体行业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对中国获得先进芯片的限制也越来越多 经济学家表示 进口增长显著放缓表明 近几个月经济面临一波逆风 预计不会很快缓解 本周北京表示在第三季度要采取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因为数据显示经济的动能已经进一步丧失 央行周一表示 将会减少金融机构必须持有的外汇储备金额 以此减缓人民币近期的跌势 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连续两个月下降 减少至2018年10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截至8月底 外汇储备减少至30,549亿美元 环比减少了492亿美元 中国的贸易顺差是外汇的主要来源 而中国的出口增长放缓 是外汇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财经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喜欢 记得点赞并且订阅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